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来介绍iPhone上面三种声音的大小 还有要怎样调整你捷径的声音大小 之前一直有观众问我说 为什么捷径做出来没有办法调声音的大小 因为其实我们有做过非常多让捷径发出声音的教学 不管今天是要爆天气爆电量之类的 通常会用到的动作就是朗读或者是播放声音 做出来之后有的时候你手精灵声明明就是正常的音量 可是执行捷径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特别的大声 我自己也常常被吓到 尤其是早上播报天气的捷径我被吓到非常多次 因为这件事情我就在iPhone里面找了老半天 就是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调整捷径的音量 这个捷径的音量非常的神秘 它跟这个iPhone里面任何一个声音大小都不一样 有点像是它是一个独立出来的部门的感觉 那直到最近呢有一个非常厉害的观众就找到答案了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看看iPhone到底有几种声音的大小 那它们分别掌握哪些东西 还有要怎样控制它的大小声 首先呢iPhone里面总共有三种声音的大小 分别是第一种铃声跟通知声 然后第二种叫做影片跟娱乐的声音 第三种就是非常神秘的这个声音的大小呢 它是Siri跟捷径朗读的声音 所以总共有这三种 那这边呢我们就要讲到之前我们用捷径做出来播放声音的方式 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播放铃声或者是音乐 第二种是朗读文字 那今天如果你想要调整的是播放音乐啊 就是我们用Bass64做出来的那种捷径的话呢 它跟影片还有娱乐类的声音大小是一样的 那如果今天你的捷径是用朗读文字的方式发出声音的话呢 它跟Siri发出声音的大小是一样的 那以下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iPhone要调整这三种声音大小要怎么调整 大家都知道这个iPhone的音量钮是用来调整声音大小的吧 但是你知道你调整的是这三种其中哪一种吗 要知道的话呢你必须要进到设定里面 设定点进去 然后呢你去找到有一个选项叫做 声音与触觉回馈这个选项 点进去 之后你就会看到有一栏叫做铃声与提示声 这边有一个按钮叫做使用按钮更改音量 然后下面有一个小小的一行写说 铃声跟提示声的音量不受音量按钮的影响 这样我用白话文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如果你今天把它关起来的话 你用音量钮调整的会是影片啊 或者是音乐的声音大小 如果你今天把它打开的话 你使用这个音量钮调整的会是它铃声的声音大小 那我在这边想要澄清一个容易搞混的观念 就是你把它打开之后 你的铃声跟影片的声音会一起被调整 经过我的测试之后我发现 就算你把它打开 你的铃声跟影片的声音还是分开的 至于为什么会分开 我自己也非常的疑惑 所以就看你使用的习惯是什么 如果你习惯你随时可以去更改铃声声音的大小的话 你就把它打开 那如果你习惯你是随时可以去调整 影片的声音大小的话 你就把它关起来 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解释 就是你要怎样去调整 捷径播放出来的声音大小了 如果你今天捷径是使用Base64编码 或者是播放音乐跟铃声的这种方式 来发出声音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它关起来 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去调整它的声音大小了 我们来试看看 就是说我今天是这个 这个声音 它现在是在最大声 那我现在呢 它没有在播放的时候 我去调整它的声音大小 整个声音降到最低 我再播放一次看看 这样子可以调整嘛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今天把它打开 把这个设定的这个打开的话 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用音量钮调整的 永远都会是零声的声音 而不是播放影片或音乐的声音 我们来试看看 我今天把铃声调到最大声 然后我去播放这个捷径的声音 它一样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结论呢 就是你今天想要用音量钮 来调整你捷径声音的大小 或是影片声音的大小的话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选项关起来 然后你就把你的铃声调到一个 比较适当的声音大小 这样子你把它关起来之后呢 你的铃声就会是固定的声音大小 然后如果你要调整铃声声音大小的话 你就必须要进到这个画面才能调整 再来呢 我们要讲到 如果你的捷径是用朗读文字的方式的话 要怎样调大小声 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 它的这个大小声呢 是跟Siri一样的 也就是iPhone里面神秘的第三种声音大小 那这个部分呢 就要非常感谢本频道的观众 他叫做 Yun Ray Ling 不太确定有没有念对 这是他留言说呢 捷径朗读的声音跟Siri的声音大小是一起的 如果你今天朗读的声音超大声的话 或是太小声的话 你就把Siri叫出来 然后问他天气啊 或是想办法让他讲话 然后在他讲话的时候 赶快调声音 这样子的话你执行捷径的时候 他朗读的声音也会一起被改变 那至于这种设计 到底是基于怎样的考量 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真的会让人 就是演话缭乱 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现在呢 直接来测试看看 就是说我今天 让捷径朗读一段文字 这是一个非常大声的声音 那今天我要把它调小声的话 我就把Siri叫出来 Hey Siri 今天台北天气如何 天气预报 这个时候我赶快把它调小声 调小声之后呢 我们再执行一次 这个捷径朗读的部分 它就变小声了 然后呢 我也曾经到苹果的官网上面去查询 这个Siri的声音 到底要怎样调大调小 没有错 就是刚才那种方式 就是你只能把Siri叫出来 才能调它的大小声 而且这个Siri的大小声呢 它跟影片还有铃声的声音 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就非常的神奇 就是iPhone里面竟然有三种声音的大小 而且互不干扰 而且各自独立 不过我想这个Siri的声音呢 你只要调整过一次之后 应该是不太会自己去变更啊 或者是被动到之类的 那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 这个方式有没有用 因为我知道非常多人写捷径的时候 有使用到朗读文字这个动作嘛 那我自己呢也是真的搞不太清楚 到底为什么要分三种声音大小 这真的让人非常的疑惑 我想可能是希望说 Siri它变成一个独立的声音大小 避免说你有的时候叫它叫不出来啊 或者是昨天太大声或太小声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莫名其妙调声音大小的影片 就到这边希望解决大家的问题 此外呢 如果你有希望我做什么iPhone的教学啊 或者是你有想要我测试哪些功能 也欢迎在这里面去告诉我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次再见咯